此时此刻是12点16分 今天要见 头一次见 跟音乐有关的人物 心里有点虚 确实有点虚 ok let's go 哎呀 倒了没了 刚走了一辆车 刚走了一辆 Holy shit 这他妈坑人吧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呢 我跟他们的乐队在一块儿 然后就等下跟他们乐队走一会儿 我身后好像就是老郎 你好 你好 老郎 你好 他要跟拍我 对 我们就跟拍一下 你就耽误不存在就可以了 对 随便 晚上我也回去看嘛 这材料我们能共享吗 可以可以 到时候 能在节目中 太好了 用助理是吗 嗯 太好了 谢谢 嗯 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去这个 伊丽插白女皇剧院呢 进行一次彩排 但是彩排应该拍不到了 大概就看看他们在干啥 今天呢是崩壞 然后有点下雨 不过这几天都是在下雨 所以没关系 好 材料 没关系 好 材料 好 材料 好 材料 我先来做一个 材料 我先去做一个 这个 材料 我的优惠 就是我们开走 再来跑一九首 然后把这个第十二首 可以 还准备 可以 行 好 行 好 可以 可以 这样我觉得 再来跑一九首 有点紧凑一点 选择 我刚才游手碎啥 不是这么多 就这么多 你们还有 他呢 我站着也行 那也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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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是吧 我叫这俩回来了 你们俩迟到了 靠钱啊 有钱了他们俩 我没发现 都没快 到找去 把那个激发自己 出发 好 我们现在出发去 女皇剧院 然后老郎先生今天 一会儿先不去了 老郎先生先走 你先在那儿当花 我们先走一波 对你的惩罚 你把他走走 老郎 找你啊 找你 坐下吧 那一会儿来接你 也行 那我再等会儿吧 他这辆车再回来 接两个半个小时吧 天啊 这样你就看着拍我的 所以 所以就是让那个 要不我 我一会儿回来 跟他们一起吧 好主意 那这车上还在再装一个 哎呀龙哥为了我留下来了 谢谢 谢谢 我们决定呢 下一班车再过去 呃 也是因为我的出现 然后导致这个 让音乐总监要等我一下 特别不好意思 你在这个加拿大多久了 七年 哦 那时间也不短 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长 我是上学就过来了 天气没办法 你是自己做了一个 爱爱什么 频道 每天都可以 每天得 附入你的生活给大家 是的 但是传递的东西是有 是有一个主题的 就是传递一点 旧能量的一个东西 坚持的精神 我会每个月健身嘛 每天都健身 是吗 我现在也在健身 可以坚持一下就可以 我今天上午 呃 跑了六公里 挺好 可以是 每天先吃六公里就可以 看你自己对这个事的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要我住在这的话 会 会怎么样 会不会有问题 我觉得会有 这城市 像我们都住的比较郊区一点的地方 像城市的很少 你也是住的那个 瑞士文那边 对瑞士文那边 那边滑着很多 对啊 所以很多中国人来到那边 去那边住的话 是没有语言上来的 如果生活在列治文的话 是完全可以的 因为列治文双语 中英双语 我觉得当当这边还是比较好 这个有点像国内那个份 说出来还有有点好像 上班族 每天在上班 挺忙碌的 去其他地方你觉得 哎呦 是养老来了真的是 真的是养老来了 前年回去一趟 二十天 然后病了十五天 就是发烧咳嗽一直跑不了 那就不习惯 那就是冬季不习惯 真不行 你只要习惯一种菜式的话 也就习惯了 人都是很脾式的 真是 对 所以 其实 怎么都是活 怎么都能活下去 你干什么都能活下去 哈哈 怎么都是一辈子 是不是搞医术 都是这种就是豪言壮语 然后就看破红尘 这怎么豪言壮语 对啊 什么活都是活 这个不是豪言壮语 不过我觉得你活得挺好的 我呀 对 其实说实话 我刚来的时候我感觉挺紧张的 我觉得会 搞音乐的人会不会就是特别严厉 然后特别有脾气 结果发现还OK 你以前接触过什么搞音乐的人 音乐的没有 电影的有 电影的 导演就特别做人的 脾气特大 比较事逼是吧 是 你经过了很多事就不会有那么多事 真是这样的 我都觉得我现在我都有点看破红尘 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的是 见过很多特别厉害的人 然后呢 从很多特别厉害的人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所以让我比较贫困 就真正特别特别特别厉害的人都是很贫困 你都看不出他有多厉害 只有那些 不这么厉害的人才看着特厉害 就不要表现出特别高人意的 身边的人呢 基本上都是卧虎苍龙 所以大家在为人处事的时候 都是低调一点比较好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等了十分钟了 车还没有来 不是等 等十分钟不算什么 我是听昨天那个小都说 然后你们特别特别忙 我就觉得耽误一分钟就觉得是个最多 是 没办法这个 这个是因为 车不够 所以等待也是种 像什么 生活方式 是 我觉得在国内应该等待时间相对来说较长一点 交通啊什么的 去个什么地方都特别挤 特别慢 对 其实我倒不讨厌等待 我觉得等待挺好的 放松一下 这个是有情绪啊 什么有什么去 挺有情绪 情绪 对啊 我觉得那种水泥灌车一般都没有什么情绪 像这么好玩的水泥灌车我是第一次见到 对因为在国内如果是这样的话 两天就黑了嘛 就没什么意义 也是黑色 主要是其实这还是开灌车的人 对对对对 在国内开灌车的人的素质都是那样的 但这边看来开灌车的人素质还是可以的 这边说实话开灌车那人司机工资挺高的 比这些很多上班族都高 还有吗 真是这样的 加拿大的话 劳动力就是 在加拿大生活呢 越辛苦的人 就是越有技术活的人 还是越赚钱的 像民工的话来加拿大 很吃香的工作 尊重 其实尊重手艺人 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发达的一个标志 其实一个国家如果他很具有匠人精神的话 这个国家肯定不会有差 一个国家的人总是好像想着怎么玩脑子 就是开动脑机发财的话 这个国家肯定是个发展的国家 你是在说我们中国吗 是啊 说的事实 没事 这个就是现状 对 因为我们的 就是整个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进化层面还没有进化到对细节很苛求的这个阶段 其实真正的匠人 他就体现都是对细节的苛求 这个就是对质量的要求 让这个就是匠人 匠人并不是指的是那种特别低级的大部分 真正大师都是匠人 感觉有点像那谁 罗什么 罗永浩 啊 工匠吗 匠心 对 是 希望把这个祖国建设得更好 从内心开始开发 其实这个就是 其实祖国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处大 就把自己身边的东西弄得更好点 那个就是质量了 如果我们一个东西一碰它就掉了的话 那是多闹心啊 对 我们家里的所有装修 我们那些接线板 我们那些开关都是横平竖直的 那个多好啊 那个质量都特别棒了 多好 这个它都是匠人的行为 想快点干啥活就走人的 那它肯定是歪歪扭扭的 对 对 这个就是质量 所以我们大家都要求质量 好久没有接触到的人说出这样的话 很有墨水了 哈 不是这主要可能是生活经验多了 生活经验对 我们今天有一个小拍摄 就跟着你们拍点平时看不到的东西 然后介绍一下我身边有两个吃货 观众们就喜欢看这个 加拿大国家电视台的采访 在我身后呢 我们乐队的两个和音 和音是主要是干什么 和音就是没什么事干的 然后他不得吃的 带着嗓子就出门吧 他们就是我们跟着出来那什么的玩 中间叫小鹿我知道 右边我不知道叫什么 六人叫贝贝 贝贝 就是女和声是吗 对和声 开车吧 没事 这个名声已经 扬到海外了 你们觉得温哥华这几天有什么感悟吗 会不会觉得下雨下的特别多 对 对 因为你们来的这个时候 正好是雨季的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最后一轮 对一轮 开始几月到几月 10月份到现在吧 前几年10月份整个一个月在下雨 所以这边温哥华有时候叫 Rain Cofer Rain就是雨嘛 对 然后你们就很不幸的就赶上这个联名的雨天 挺好的 挺浪漫的 对 但是夏天的时候真的特别特别好 你们有觉得温哥华的这个男孩比北京的男孩帅吗 没有看到特别帅的呀 对啊 感觉没有比我帅的 对啊 其实他们这搞艺术的一般都这么开玩笑 主持人你们要解释一下 没有没有 其实是这样非常的可爱 为什么 啊 觉得极力推荐这儿有功夫面 功夫面 哇里面喜欢吃这个 还有那种 这般一个日本火山头那种拉面挺好吃的 龙老爷没出去玩 其实说实话还不如中国一碗北京的展览面 您是司机吗还是 嗯 我觉得肯定是有职位的 抉择的 就是 你把我们打砸了吧 真的吗 谁啊 他 龙鹿介绍 这是我们演出的主办方 哦 主办方 对 你以后想在温哥华混同 那必须要好好喝一口 你到了什么 黑白两个老师 好 我们现在呢 已经到了这个温哥华女皇剧院了 之前郭德纲来这儿说过像吗 没有 张碧晨在这儿开过去呢 张碧晨在二分之一 张碧晨去 从左边下吧可以 下车 哎呀我回去吧 好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演唱会之前的目前 哎 但是排电内容是不能拍的 哎走嘞 带个纸进去 为什么呀 因为里面没有纸 这么擦吗 女皇 哎呀真是这里 对 大家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演出之前的这个场面 我们今天下午是Soundcheck 哦 Soundcheck 对 检查一下声音是否正常 调音 哇 我第一次来后台啊 哇 我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之前郭德纲来这儿 眼眸相声就在这儿 还是郭来这儿 跟玉切儿在那儿站着 那今天呢是老郎现场 对 今天呢这个现场呢是老郎啊 将会在今天晚上七点半的时候 在这里演唱一首同桌的女 哦 没有 我喜欢让卫生站在里面 自己站在里面 我不想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